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歡迎Judy 謝謝你 很久都想跟你聊聊天 因為你很早已經在中國做葡萄酒 以我所知中國酒莊的數目相當多 你們當時是一個很先驅的酒莊 我們1997年開始做這個項目 我們是山西第一間 找了一個波爾多專家去看地方 雖然你經常說酒很浪漫 其實後面有很多科技 你都要考慮氣候條件 他的建議不喜歡散動 他覺得山空太潮濕 不如往西走 我們要降雨量低一點 所以就選了山西 我知道你另外也有實驗其他品種 例如意大利的Iranico 你又覺得成果如何 我試了很多的成果率很低 所以整個只有Shiraz Iranico和Marslan 其他都不行 我們試一個成功的品種 嗯 那個香氣都相當之突出 我覺得我們的酒永遠都不是很大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平衡 所以你預備多一點時間去開 其實它會越來越開 我想其實釀酒就是一個 try by error的一個過程 你很多時候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實驗 然後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我想你都做過很多很多不同的實驗 其實我們真的做很多實驗 包括我剛才說的橫品種 我們有試過不同的pruning的方法 這些都是成功的 不成功的就是 例如蓋上的遮雨棒 因為我們現在身為下雨就死了 我曾經叫過同事 不如我去擔遮出去遮住 我的同事說 老闆 成千畝 我們只有九十多人 那你打算遮哪裏 我都完全不知道成千畝有多大 你每年會做一款春節酒 又可以反映到中國的文化 另外亦可以提高到你們酒莊的形象 是一個很好的形象建築 我們當年做我們叫慶春 即是新田酒 因為我們要送禮 又不知道送給一些官員送什麼 不如做一隻吧 我和朋友那天吃日本東西 喝清酒便反映 清酒其實有很多種鬆弛 不如我們也試這件事 這隻酒對我來說有趣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 好像電影的preview 因為是當年的題字 其實我們每年選擇詩詞 都很反映我們 那些事情 例如唐前燕 唐前燕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入尋上白政家 對 走得好像很高高在上 為何不可以做得下層 當時我們有很多經營的理念 是想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可以支持我們選擇 很多次跟我們當年的心情 選擇詩詞的心情是有關係的 你不是問我為何移院酒莊當時可以做得出來 我覺得一個是時機 因為我們做 第二是整個市場真的這樣升 你又會遇到一些 五星酒店又不停開 五星酒店又想要中國走 所以變成那個時機是很核心的 另一個對我們影響很大的 就是因為我在香港 其實這個很大影響 因為當時香港營救是引領 國內葡萄酒消費 而這個會影射到國內 你發現醫院酒莊其實不是一個山西品牌 其實它是香港品牌 這個其實影響是大的 OK 好 今天謝謝Judy 謝謝 希望你每一個計劃都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謝謝 謝謝